我真的见了世界了 我都送带了,送给病房 还能第一天要抽烟了 生日可会退路 两天第一次吃 四十八个小时第一次吃饭 医院的床是加温的 它自动的调节高低可以 最关键的加温以外 它才滚动的地上按摩 按摩的速度很慢 医院的都是重病 所以躺了一天不觉得累 它比它滚动就非常的慢 所以我还发了一双袜子 防止你脚凉 整个的腰部啊,背部啊 就非常的暖 你自己可以脚 它滚动的生意很小 一直在不停地滚动按摩 我隔壁的可能有八九十岁吧 全身都插着管 我看着今天表现还不错 隔壁呢,我亲身 书好的,我跟他们讲啊 在我想象之外 从晚到白天一直有容 你叫谁说到 我也是体验了一次 反正到老了的话都要进来 坐在这儿挺温馨的 但是没有人越来 这就分开 到这下就四个店 一个就不知道 前面呢,中间呢是护士 就是办公了点 我这边呢,住两个 一边一边 单往一走,住两个 两个洗手间 我出来右边是洗手间 那边也一样 所以护士两边都可以看着 他可以直接看着你 先讲一下啊,就是有保险的 普通的美国无比较老百姓 都是这样 还有什么规见的 他好就好在这儿吧 医生在那边跟着我来说话呢 这个按钮呢,是高低 上面这个人呢,是你叫护士的 可以语言通话 上面按个喇叭 你按的话就可以调高低 我现在往下 大家可以往下调了 这个是我白天才发现的 非常方便 按摩的是24小时 床自动给你按摩 加温 重病的冰床 躺在这儿,今天我要出院了 跟他再见了 这是这个电脑监测我的 这是各种各样的点击 小温度 拜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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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